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更好的退休方案呢 英图财富不负众望将在8月2号本周四晚七点举办讲座科学分析对比鉴别 让大家再对这些产品有一个全面精准的认识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英图财富的首席财务规划师威尔阳 杨文军博士威尔你好 泽乐好 大家好 威尔一直以来 英图财富的讲座颇受大家的欢迎 可你们一直特别忙哎 好像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空余时间来做讲座了 可怎么又决定在本周四晚上做这场讲座呢 关不得已嘛 你前面也说过了 最近很多保险经纪在做关于带开户红利的退休年金产品方面的广告 红利很大 所以大家兴趣也很大 可是很多文学员呢只谈好处不谈局限 消费者们被呼吁的云里雾里的 又怕自己呢纳在了这个促销期限之外 因为促销嘛有期限 那英图财富的客户们算是很有免疫力的了 可是很多呢也被影响到了 他们分手打电话来问 说嘿 那个25%开户红利的产品是怎么一回事啊 后来又问 那个30%开户红利的产品又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是不是比我们现在拥有的账户要好啊 我们要不要也开一个这样的账户啊等等 我们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做一下集中说明 正本清源搏乱反正一下 于是就决定呢 在这个周四的晚上七点来搞一场讲座 因为平常周末实在是没有时间了 杨博士 这场讲座你们会cover哪一些内容 第一 30%开户红利的产品到底是什么 这个要从啊 一两年前呢 保险经纪们在反复炒作的那个阿良子222弹起 222是一个不错的众生收入方案 如果用力得当的话 是有很多超乎寻常的福利的 他有开户红利 一直在15%到22%之间变动 不但有开户红利 而且只仗不叠 其他那个退休福利方面呢 有50%的红利的指数倍增 比如如果指数盈利是5% 你的退休福利base呢 或者下年的永续收入实际上会成长7.5% 也等于提高了1.5倍嘛 而且没有费用 就今天大家听到那个30%开户红利产品啊 实际上不是别的 就是那个阿良子的222 在未来一个多月时间里的一个华丽促销 那这样问题来了 一 什么情形下 你能拿到开户红利和指数倍增红利 什么情形下你根本拿不到 你需不需要知道呢 第二 就什么样的退休资产根本不应该放在这个账户里 那不应该放在这个账户里的 又应该放在哪里呢 即使它有那么好的红利也不应该放在这里面 那应该放在哪里呢 就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25%开户红利产品又是怎么回事 哪家公司啊 什么产品啊 历史有多久了呀 公司的strength stability又如何啊 能不能像阿良子那样用360%的reserve来保证他们产品的承诺呢 那rating又怎么样呢 那开户红利虽然比阿良子少了5% 可是它的这个指数倍增的这个红利呢 却比阿良子多了25% 那这样会不会给用户提供更多的终身收入呢 这个需要我们在江州里面来精算一下 第三个方面就说 有了对比就有了鉴别了 如果两个方案你又要选其一来作为你的终身收入方案的话 那这才是问题的刚刚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里面的投资的组合选什么样的指数啊 以后市场情形变动了 你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呢 这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 这是一个终身的问题 就是这个账户未来几十年的投资服务谁来给你保障 难道是你的保险经济吗 第四个方面 我们要用一个新的思维就是get out of the box 就是除了这两种方案以外 到底有没有更好的退休方案 肯定有 那又是什么呢 怎么用呢 那我们在讲座里呢 尽量做详尽的一个深度的说明 哇哦 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不容错过 再重复一下 讲座时间是8月2号 本周四晚7点 报名intowells.com intowells intowells就是进入财富的意思 也可以电话报名 报名电话是408-586-9969 408-586-9969 谢谢杨博士 谢谢周乐 谢谢大家 周四晚上见 25%开过红利的风还没有刮完 30%红利新方案又来了 且一个月截止 是馅饼还是陷阱 熟优熟练 除这两种方案外 樱途财富独体蹊径 让客户最爱 受益最大的退休方案又是什么 8月2号星期四晚7点 实话直说 报名intowells.com 进入财富 货电408-586-9969 586-9969 德利昂地产夏日买房冲击坡活动隆重启动 凡在7月9号至7月26号 购买德利昂上市房产的买家 都能享受到下列超级套餐选项 NEST兼容性温控器 可通过智能手机监控的视频摄像头 可远程监控的视频门铃 请致电650-368-8688-368-8688 洽谈详情 更多详细内容 请浏览网站www.lillianvot.com Nexro Cupertino 已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欲满湾区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Nexro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Nexro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or Team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odeSteel Nexro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Nexro Cupertino 请下Vila王 408-307-5056 408-307-5056 红伟众医自1993年成立至今 在中国已经有35家分诊所 二十几年来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 2007年 红伟妹妹红霞来美成立了位于San Jose的红伟 Medical Group 汇集了多名高素质的针灸师 脊椎整形师 推拿理疗师 组织各种颈尖腰腿痛 欢迎免费咨询 408-436-8055 408-436-8055 董燕杰SBRE地产实业公司Broker Owner 地产买卖 物业管理 贷款和重新贷款 董燕杰南开中学 清华大学 斯坦福大学校友 电话及微信650-867-1248 650-867-1248 听众朋友好 严吉林博士您好 周小姐您好 各位听众晚安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看到7月30号在7月份的交易还剩下两天 今天和明天 同时这个FOMC的meeting呢 也即将有了结果 同时这个礼拜 我们看到尤其是这一个月 好像是在美国与国际间各个国家中间的贸易战比较缓和起来 不知道他们在台下正在negoti一些什么样的deel 但是投资人的重点都已经放到earning earning呢 到这个礼拜为止呢 也都大部分已经报完了 严波士 我们今天就从几个重要的大事来看一看美国股市的前景 主要的是要对8月份 9月份 这个历史上看起来都不是最好的这个科技股啦 还有整个股市的走势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 那科技股呢 是全线下挫了 首先它就带动了美股的三大指数 在今天礼拜一全线走低 纳什达克下跌107.41 收在7630点 这个指数呢 获得三年以来第一次连续第三次下跌超过1% 截至收盘标普500的指数下跌16.22 报2802.6 道琼斯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下跌了144.23 收25306.83 讲一讲这盘中的大事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贸易战有没有缓和的趋势 对 这个贸易战这个礼拜当然看起来也是一个好消息啦 最主要是这个欧盟委员会的主席 Junker访问白宫 那当然没有实际上比较确定的做法 但是呢毕竟发了一个声明 那最主要是说 当然现在美国跟欧盟的这个贸易战表面上还是存在的 但是他们的声明就是说 我们要朝这个零关税跟零贸易障害走 那个这个就回到我们大家所期待的 这一个自由贸易的这个理想 所以那个statement是这样说 然后也鼓吹所谓的世界的这个公平贸易 那公平贸易它里面就讲到说 要这个防止这个知识产权的窃取 然后对于这个强迫技术的转移 还有政府的补助 这些都是不公平的 那当然这看起来好像美国跟欧盟 事实上两国在骂中国的意思啦 所以所以不过这样子看起来 这好像是不是会朝比较温和的方面走 那这是美国跟欧盟这两大两大经济体 但是呢实际的作为我们现在还还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还是不知道 对因为一般大部分还是认为说自由贸易比较好 那事实上美国跟欧盟打得很厉害 那最主要还是打德国啦 因为美国当年跟日本的手法也是一样 现在在欧洲它主要是对德国 因为德国在这个汽车工业 还有这个其他一些相关产业 他有他的优势 他可能也想把它拉下来 所以我们真的是看不清楚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好事 说我们要往这个零关税跟零贸易障碍走 这是天大的好消息 那跟中国方面呢 可能还没有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当然了美国把这个贸易壁垒组起来 外面的世界还是动得很厉害的 那国外似乎是在做一些合纵连横的这个情况 我们就从新闻可以报道出来的这些 每一天发生的事情 可以感觉出来一些端倪 但是美国贸易战争的压力 在国内也日益体现出来了哦 对国外最重要的最主要的 就是大概十天前日本与欧盟这个 等于是大和解 因为当年这个日本跟欧盟这两个大的经济体 在2013年已经开始 开始讨论这个自由贸易 但是当年日本为了拉拢美国而加入这个 这个TPP 那日本跟欧盟呢 他这个两个签这个自由贸易贸易协定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概日本进到欧盟 99%都免税 那欧盟进到日本大概除了稻米 还有其他小东西 大概94%都免税 这个是因为 拜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战之瀉 所以才这个事情搞成了 他涵盖6亿4千万的人口 占世界的产值大概30% 这个朝日新闻说是40% 所以是相当大的一个事情 外面的动作很大 还有中国跟德国第五次这个磋商会议 签订了2000亿欧元的经济合作 所以美国把贸易壁垒组起来以后 外面动的动作很多啦 就刚刚卓小姐提到的合中连横 那刚刚卓小姐的问题是说 美国呢 现在fear the pinch 觉得 本来就是这个贸易战就是杀敌一万四损八千 那美国现在开始慢慢感觉到这个压力了 比如说我们早先就说到的 这个哈雷机车 它要把这个美国的生产 大部分弄到泰国跟其他国家去 这是一个原因 那上个礼拜美国也提出来了 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 这个美国的这个玉米啊 这些农民的这个出产产生了大问题 所以国家就提出120亿对农业的一个补助 那CAT啊 Caterpillar今天出来讲话了 他说因为关税的问题 我们的成本要提高100个minium 百万千万一 就是一亿至两亿的这个成本 所以他要提高售价了 CAT要提高售价 那CAT最主要的这个买族是农民 那农民因为关税的关系 他已经受伤了 现在CAT又要提高售价 所以农民更苦了 还有Cocacola今天也说了啦 因为他Cocacola还有Bugweiser 这些都用铝灌的 那美国跟国外争铝税 大概一个瓶子 可能增加1千至2.5千的成本 那Cocacola忍不住啦 他说这个也要转嫁给这个消费者啦 所以你以后呢 喝Cocacola或Bugweiser 可能要多一点钱 他可能不增加1至2.5千 那可能就增加 一瓶增加5千吧 所以对美国来讲 可能这方面的这一个贸易战的这一个损害呢 可能慢慢大家 Consumer会慢慢感觉到的 呀刚才提到的这两个旧经济的公司 Caterpillar今天下跌几乎2% 收市价是139块7毛5 Cocacola呢 没有受到坏的影响 今天还小涨了0.2千 那他今天的股票是收在46.23 那现在哦 我们看到最近才报告了第二季度的GDP 是4.1个percent 像美国这么成熟发展的一个国家 他的GDP能够说增长到4以上 实在是令人非常的惊讶 不觉得让很多以前讨厌川普的人都说 难道川普真的是打造了美国的黄金盛事吗 您现在对他的看法怎么样 呃对这个这个number事实上是非常强的 因为IMF对全世界 整个全世界的这个估计 今年是成长3.9个percent 那美国能够达到4.1个percent 也就是说将近5 通常能够看到4.5 这个是从那个recession 或者是有什么什么大危机 从bail market翻上来的时候 那时候可以看到4.5这种成绩 那今年第二季达到4.1 这个也是一个一个surprise 那那现在因为这个number出来呢 这个投资人一些分析 就开始在在想说 川普到底干了干了什么事情 让美国又重新面临这个黄金盛事 所以这个这个当然 你如果看所有的分析很难讲 有的人说这个不是说川普的功劳 有个人说这根本就是川普的功劳 所以争论很多 我们也不晓得应该相信什么 我们事实上也没有一个答案 但是毕竟他number就是这么好 GDP第二季4.1个percent 第二季才二 那突然4.1个percent 那经济上的川普做了什么事情呢 最主要infrastructure也不多 那最主要是这个tax reform 我想这方面当然也会有点影响 事实上我认为呢 应该是全世界在这个 在最近这一两年 整个经济事上都有 都有好起来了 但是你看其他PMI指数62.7 ISM60.2 这个都相当好了 超过50就好了 这些都是超过60 60 对consumer confidence consumer confidence达到118 通常想追求连任的总统 consumer confidence如果超过100的话 就行了 通常都会选得不错 那consumer confidence现在是118 接近120 所以我想川普的这个其中选 共和党应该不会选得太差 但是呢 这功劳是不是 经济上好成就的功劳 是不是差呢 我还不敢说啦 好像是这个上帝是on his side 是的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 当然我们不能不能把这个贸易战造成的结果把它给清呼啦 会变成怎么样了现在还不知道 对很多比如说tax reform啦或者是他做的很多的这个policy的making 事实上他的影响 是earning surprise 然后77%是这个sales 是surprise 这个那么看起来是相当好的 我们刚刚讲经济好 不算这个earning也好 那q2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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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现在如果照这样子下去的话 他的成长幅度是21.3个percent 大概是2010年q3第三季34.1个percent以来 最最好的 那华尔街一直认为说这个earning还会继续好下去 当然了earning跟经济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刚刚讲了 经济很好第二季4.1%的GDP 当然earning会很好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的是后视镜啦 前面会怎么样不知道 那如果照现在来算的话 我们p大概是16.4左右 我们知道这个18是警戒 警戒减那现在1616.42 照Yadini的number是16.42 那这样看起来我们股市并没有overvalue 那事实上也不是说非常非常的便宜 所以股市大概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从经济跟Earning上来看 应该是不错的 哇今天的访谈呢 真的是字字句句都是足迹都是重点 听得非常非常的过瘾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投资顾问严继琳博士 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先稍坐休息 之后要看到这个公债 这个长期短期中间的EU curve 有没有一些逆转的现象 然后美元还有基本的原材料 像黄金石油等等的发展又怎么样 当然我们要知道八月一般的市场表现如何 好多好多的重点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访问严博士 25%开户红利的风还没有刮完 30%红利新方案又来了 且一个月截止 是馅饼还是陷阱 孰优孰劣 除这两种方案外 英途财富独体吸进 让客户最爱 受益最大的退出方案又是什么 8月2号星期四晚7点 实话直说 报名intowealth.com 进入财富货电408-586-9969-586-9969 新翼旅行社Marrison Travel 经销各大航空公司机票 United 国泰 华航 长荣 Air China 中国东方 南航 Korean Air 新航 Asiana Airline 应有尽有 不论您是出差 私人旅行 公司航号 新翼Marrison Travel 众多机票选择 必定让您满意 另有签证 机场接送 新翼旅行社一站式服务 满足您旅行高标准需求 408-727-0570 养老保证年金8月份promotion来了 原来的22%开户红利 现在变成30%了 送30%开户红利哦 比如10万 本金马上变成13万 每年再送50%利息红利 收入每年增加 增长年率5%到6% 绝对保本 而且没有任何年费 养老忠实拿 退休生活不用愁 详情咨询Sabrina Chen 电话415-602-0347 415-602-0347 Frank Liu利用独到的交易技巧 在具有挑战性的市场中 销售价再创新高 Cupertino标价180万 成交240万 Saniville标价230万 成交290万 同时目前 Frank Liu积极开发 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 对接买方与卖方的 地产投资交易平台 RERPA Framework 请致电408-313-2688 408-828-0600 邮箱Frank Liu 1268 at gmail.com 最近美国地缘政治 经济股票颇动颇大 周乐总结摘要与您分享 GMCC万通贷款 James Jean 详尽介绍多项大额贷款 种类多 除住宅贷款 GMCC更有建筑贷款 和商业贷款 保险理财顾问 Sanvenchu 讲述融资倍增规划 可提前退休 享受免税终身收入 8月4号周六晚7点半 娱乐漫谈 与您共度好时光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严博士您好 大家好 科技股在爆了业绩以后 Facebook首当其冲下跌了很多 Netflix也出现了 跳空下跌的现象 首先给我们来讲一下 科技股会有大问题吗 并且分析一下Fan的几只股票 对 我们一般讲的Fan 科技股的领头羊 就是Fan F-A-N-Z 当然Golmensek也提出 所谓的Fan F-A-A-M-Z 那一般我们看这些股票 就知道 这个市场动向 大概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Nestik 连续大跌三天 让一些人觉得有点恐慌 事实上 我们如果好好详细来看 Fan的股票 当然Facebook是大家所关注的 它受伤很大 这种一路从4月初 一路飙升到7月 然后突然 这一个大跌跳空 然后破了200天平均线 这个伤害是相当大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Netflix Netflix从大概高点 425块左右 跌到335块 跌掉100点 这个我想对科技股 最大的伤害是这两个 那其他Apple 事实上也还是一个正行 当然它冲破200块 好像一直冲不过去 那Google 这个也有一个跳空 最近一个跳空 跟Facebook 是反过来了 一个一个跳空 看起来图形是 事实上是很美的 所以这个Fan Stock 就是这个Fan里面 4个股票 有两个股票 出现这个技术上的一个 一个大 破坏 对 技术图形是一个 一个破坏 那如果说根据Goldman Sachs的Faamg 那我们就多出两个 就是一个Microsoft跟Amazon 看起来都很好 所以科技股基本上 我们没有看到说 因为这个科技股开始在 liquidate 就从这方面开始在脱手 然后慢慢兵容这种情况 那整个影响大势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recession 接下来就cycle结束 我们不认为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是seasonality 就是季节性的关系 我们本来七八九月 这三个月 就是在这个high tech 享受十一十二 然后加上半年 一共八个月的好时间 好时光以后呢 七八九会比较差 最主要是这样子的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因为这个前半年 是科技股 这个成长股表现好 那现在七月 今年的下半年 七月开始从这个成长股 然后前转到这一个 所谓价值股 value stock 这是一个转型 然后这是也是一个 这一个rotation 我想这也是在牛市里面的 一个特征 一个正常的现象 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没有什么 特别对市场 因为科技股连续三天的崩跌 而产生的一种警讯 颜博士那再来仔细的看一下 Facebook 它从在七月份的高点 几乎是220块 一直到今天 它今天还继续下跌了 2.09% 到了171 这种破线的股票 从您的角度来看 如果有它怎么办 没它怎么办 何时注意要买进 对我想如果我们现在只能说 它是不是将来 能够去补那个大的空隙 这个空隙 因为它为什么 因为它跳空下来 不像这个Netflix Netflix虽然有下跌 可是它还属于正型 可是Facebook 它这个一个下跌 一个跳空就跳到 它的200天平均线之下 那我们现在只能判断是这样子 它这一个Foreign Life 它还没有到底 到底的话 可能就是市业那个底点 大概150块 它可能到150块 然后慢慢会 会recover 我认为说 不会在这个时候 去补满那个空 那个空要从100 180块到210块 这个大空 如果说短期要来补满的话 可能性是很少的 我认为它现在可能会先探 接近往 当然了 现在已经171块了 它可能会往150块的方向走 然后再慢慢爬上来 这个股票如果没有的话 你现在就暂时 暂时忘了它 你有的话可能就比较痛苦一点 150块就是在今年三四月的那个低点 所以很可能是探那个区位 当然不一定到150啦 你可能160之下 就可以慢慢收一些 十年国债 还有和美元 它的技术上面 又告诉我们哪一些转折 是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您怎么看 对先讲一下美元 美元我们是看 这两个数字我讲了好久了 美元就是说95.13 在7月19号的时候 那一天的high 曾经跑到95.65 当然closing在95.15 所以也是在试探这个价位 如果破了以后呢 过了95.13 可能就会往上走的 这是美元 但是十年工在 我们比较担心的 十年工在他破掉 2.95这个重要的数字 2.95破了以后 可能就会往三 往三直奔 往三直奔 其实三的话 对很多人来讲 实质和印象都是一个 很可怕的数字 对到三 到过三 前一阵子到过三 但是马上又趴下来 到2.8级 那现在又再 又再探一次 到三的话 有什么问题呢 三 当然我们home mortgage 都会提高 那当然就影响到 这个房地产市场 还有这个小公司 科技公司 这些贷款都会增加 然后consumer的 这个price credit card 这些都会增加 所以到三 然后接下来 一个重要的就是说 你十年工在 能够达到三的话 就跟股票抢钱了嘛 所以也会伤到股票 所以看到三 是我们不乐意见到的 但是呢 我们一直讲year curve year curve 因为它到三 所以year curve 现在好像走得很平了 现在又稍微抖起来 所以这又是好事情 所以这个十年工在 你要让它长也不好 不让它长也不好 所以是两头发烧 很难的 那我们还是认为 Federal Reserve 那边不要做得太紧 今年九月应该再升一次 十二月再升一次 我认为它这样脚步 可能会过快了一点 我还是赞成 唯一一次 今年唯一一次赞成川普的说法 Federal Reserve 你长得太多了 管一下 管一下 那你觉得 FOMC的议题里面 会受到川普公开 但是他说他不是有意 但是明明就是有意 讲给联储局听的这种说法 而暂缓加提席的脚步吗 对啦 联储局他时常要提出来说 我们不受政治干预 也就是说你总统叫我们怎么做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看经济书记 因为他联储局看unemployment unemployment 这个 超好的呀 超好的 然后price pressure 价钱的pressure有没有 有啊 有啊我就升啊 那升了 升起来的话 如果long end 十年工在那边不涨了 不过三 没涨没涨的话呢 这一二客就平掉了 那他那边如果有涨的话 又过三了 所以真的是long end short end 两头抱着烧 我们痛苦在这里 其实美联储局将在本周二 开始召开围棋两天的会议 那在礼拜三就会有一个决定出来 如果说 在加息的预估之下的这个情况下 本来大家就认为七月份是不会加息的 所以在这一次的应该是一个没有改变的预期的现象 也不代表他九月不会加 对不对 对我们很肯定的这一次是不加了 但是九月份加息的可能性 我想是超过百分之九十的 除非说nummer有些不好 现在看起来nummer不会不好啊 现在GDP是4.1 如果再怎么调的话 也都有三点多多多的 八月一般的美国的股市表现如何 八月很烂 我们如果看这个Dow Jones的话 最差的三个月是689 那S&P跟这个NASDAQ 也是最差的两个月就是898989 不管你是Dow还是S&P还是NASDAQ 最每年12个月最差的两个月就是898989 所以这个市场我们看这个图形一波一波的上 那现在也到高峰然后89下来休息 我想是理所当然 那对于手持股票有必要要减码吗 我想现在是不需要啦 因为我们必然也看不到什么 说市场有什么的大危险 你现在为了说它三个percent两个percent的collection 下来我们进liquid的股票 那你什么时候再去进呢 我认为这个市场应该是不错的 今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们有经济支撑者 我们有这个恩领支撑者 那现在就是说伊尔克尔方面有点concent 贸易战有点concent 还有其他大概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 那华尔街毕竟也是爬着忧虑的墙 crime的wall of worry上去的 我想今年还是会很好的 2019年会是怎么样的一年 2019年就比较有点担心 所有的坏事可能会在2019或2020发生 但是我们看着办事上也还一年而未 2019年是猪年 猪年其实在生肖里面是一个很享福的一年 有一点不劳而获的一年 是猪年历史上一百年 一百二十年来猪年没有一年是跌的 如果照这样的话呢 我们2019年还是好年代 万一不是这样子就叫做百分之一发生了 是2020可能就比较担心一点 何谓value stock 有哪一些sector是价值股可以考虑的行业 对value stock 反正就是说你 你要看的话你就是说现在利息在涨 你如果在这个 这个益友方面有比较高一点的 Junson & Johnson 那cocacola我们提过了事实上这些都算是 那躲在那里呢也许也行 但是我现在认为躲在那里可能还早一点 明年再考虑看看是不是躲在那里好 OK好 所以现在我们今天整个半小时的节目也都讲到现在的环境 也讲到对于投资人的提醒 您现在对于Bitcoin的看法又如何 Bitcoin现在大家把它给忘了 那现在因为跌到很低了 现在你就问自己啦 也是问全世界啦 Bitcoin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东西 它的价值何在对吧 如果你认为说这不是东西根本没有价值的 像Wallum Buffet的想法 像这个Federal Reserve的说法 当然包括我们的主席Power 也认为说这个东西根本没价值 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动它 如果认为它不会死将来这是一个好东西 这将来一定有价值的东西 那你现在就买咯 那如果有人challenge你的讨论 如果说年纪有资历有精力有年纪的人 当然是反对Bitcoin Bitcoin的价值就是年轻人它代表未来的趋势 你怎么反驳这个理论 对这个是我天天跟儿子在fighting的一个问题 我是认为它没有intuitive value 就是说intuitive value 没有真的实质的价值 它认为说你太老了 OK you are old man 这种事情我们骂Wallum Buffet骂了好几次了 可是好像它都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这样子啦 你如果要投资可以 但是你就不要把太多的家当放进去 事实上我自己虽然在外面多一直negative 对Bitcoin negative 可是我事实上我自己也偷偷买了一些 Good point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吉林博士来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 这么精彩的访谈 非常感谢你 我们下次再谈 祝你晚安 拜拜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挡不住的麻辣诱惑 回味无穷的川菜经典 挡不住的麻辣诱惑 回味无穷的川菜经典 老赵川菜馆暑期推出 爽口凉菜麻辣双脆 Q感十足的香辣牛蛙 绵绵细致的香辣脑花 格外麻格外辣 去湿健脾好开胃 让您在炎炎夏日美味尽留唇齿尖 老赵川菜 味蕾的艺术大师 做出来的品牌 吃出来的口碑 三家饭店 Mountainview Summertail Mupitas 欢迎定做来店堂食 GMCC计划多 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快速closing Jumbo Loan最低20万起 220万买房 只要10% 无贷款保险 超低利率 可用RSU 用Departy Rental 无需两年出租记录 贷款专线 以866GMCC为 GMCC万通贷款 南北加州 共8家分公司 成征贷款顾问 一对一培训 短信650-996-1982 650-996-1982 或电邮info atgmccloan.com 苟年行大运 美国上市公司 中文投资网 股票代号CIIX 旗下推出最新比特币 和区块链最新网站 www.newcoins168.com www.newcoins168.com 最新比特币 和币圈行情 分析师研究 新币介绍精彩信息 加入会员 就送8块8毛8比特币 微信加入 WaringWing2018 W-A-R-R-E-N W-A-N-G 2018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校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获大营业 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 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ville.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讲座 Bowford Day Spa 由美容专家Grace 治疗各种黑斑 暗窗 及暗窗疤痕 抗衰老 去皱纹 减肥等各种美容项目 专精纹绣 韩式眉毛 美铜线 3D封唇 Bowford Day Spa 电话 408-861-0886 408-861 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电邮道 Bowford Day Spa 让您永保青春 永远美丽 好消息 我们最近推出 不查收入的贷款 适用于买房贷款 和重新贷款 特别是收入低的 拿W2的贷款人 和自雇职业者 外国投资者 也可以贷款 有兴趣 请找张力 电话是 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电邮道 LEE at LEEZHANGCORP.COM LEE at LEZCORP.COM 各位好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你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特需理财顾问 胡振国先生 胡先生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 大家好 胡先生 其实我知道说 您在这个保险行业里面 基本上这个资历啊 是非常非常的高 有一段时间了 您觉得在40年前的这个保险行业的经纪人和现在的这个保险行业的经纪人做一个比较 是什么样的现象呢 好 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保险的各个方面制度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变化 我举几个例子来讲 40年前 1976年 差不多40几年前 在刀众还是低于一千点 美国人口只有两亿两千万的时候 你猜猜看我们那个时候 美国人数保险经纪有多少个人 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比现在会少一点吧 那时候大概有90万人以上 算是蛮多了 经过了这么多年来 现在刀众已经到了这么高 美国人口已经三亿三千多万了 可是呢 保险经纪人只剩27万了 反而少了 反而少 而差不多少到三分之一了 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事实上在很多华人政治里面还少一点 我们有很多心血 但是呢 在主流的老美的社会里面 大概现在平均的保险经纪人的年龄啊 是59 哇 平均的 而且很多行销公司 经纪人 独立经纪人公司 都发现了一个问题呢 在未来十年内呢 有一半的 独立经纪人要退休了 这对于是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人数还会继续下降 有可能 原因在哪里 很多保险公司 因为自己养部队的觉得成本太高了 就没有很积极 养很多部队了 是 那独立经纪人 他们说 我直接早有经验就好 我不想训练新人了 对这个心血的开发 就相对的少得多了 是 造成了现在保险经纪人的数字下降 可是有另外一个讽刺的数字 在哪里呢 呃 在美国呢 现在只有44%的家庭 拥有人数保险 还包括公司提供的 只有44% 是24件大约以来最低的数字 嗯 所以呢 我们人数变少 拥有率变少 嗯 照理讲说 这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有这么多人的需求 可是为什么人数还在减低呢 是 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说 第一个来讲说 科技的进步 资讯 知识越来越发达的时候 那网络越来越普遍了 那很多人的资讯 可以从不同网络上 得到一些资讯了 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尤其上我们想说 婴儿潮后面的两代 走到generation x世代的人 跟millennial世代的人 这两类的人的话 很习惯自己先上网找东西了 嗯 而且他对人数保险 这个概念 保障的概念 越来越觉得 不是那么有这个 急迫性 嗯 跟这个需要性了 所以造成了一些传统 这些卖人数保险的人 当然市场呢 也就有时常常讲 哎呀 市场是不是越来越难了啊 嗯 然后呢 因为客人 其实客户有需要 嗯 但是呢 他的方式可能没有办法去reach到客人 而且能够很多方式呢 能不能打动的客人 嗯 好 可是呢 在我认为 其实保险这些行业 未来才是一个最有前景的事业 很有前景的事业 其实从一个基本的概念上开始改起呢 为什么 举个例子来讲 我常用这个例子来做例子的话 我们当初发明手机的目标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只是用来打电话 对 那苹果的总裁Tim讲的话 是说 现在的年轻人 手机唯一不用的功能是什么 打电话 我两个儿子 我大儿子 我问他说 我们说年轻人跟我们的想法 做法不太一样 我问我大儿子说 对手机来说 你觉得你喜欢打电话 还是发简讯 嗯 他说当然发简讯 是 我说为什么 他说 因为发简讯 我不用想 打电话 我还要想 是 我小儿子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连语音信向都没有 我说你为什么没有boicemail 他说 why don't you tax me 所以呢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东西 但是呢 手机的产业有缩减吗 嗯 还是变更大 变得更多 为什么 当智能型手机 smartphone出来的时候 嗯 他呢 把手机的功能 扩大了很多 完全颠覆了这个市场 完全颠覆了 像一个简单的电脑 可以上网 说facebook 说wechat 这些 做能做的事太多了 可以在手机上看报纸 看什么都可以做了嘛 嗯 很多时候 现在 尤其像国内先生 你带一个手机出来 钱包都不用带了 嗯 人家说现在在路上 捡钱的可能性都变定 变定了 会越来越少了 所以呢 为什么 所以他会把智能型手机 带到下一个地步 把手机带到另外一个地步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概念 同样的概念 其实人数保险 整个理念呢 它的产品 还有它的一些其他的好处 也在不断地升级了 嗯 举个例子来讲 现在的人数保险 其实保障就像打 智能型手机打电话的功能 嗯 其他呢 它还有做退休理财 我们以前不是讲过 可以做免税省税的退休规划 嗯 还有生前利益 啊 活得可以用的 当你得到 Cancer Heart Test Stroke的时候 都可以用 嗯 对不对 还有解决遗产税的功能的话 这一些的时候 都是它额外的功能 嗯 对于说 不需要保障的人 它可能都 都需要需要 我不需要打电话的人 我都可以去买个smartphone 做其他的功能 对不对 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 把人数保险带到另外一个level 这个行业带到另外一个level 所以再说呢 是说 在我大概对未来的预估 其实在 人数保险 只有大概25%到30%是为了保障 嗯 以后的世界40%是为了retirement 嗯 20%是为了活得生前的可以用的利益啊 嗯 另外还有10%是为了遗产规划 是 好 那 还有呢 现在很多新移民或非美国公民居民来买的话 这个才是真正的市场 嗯 那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市场变小了 嗯 这些事情是因为它还是一直在focus 百分之二十五三十 传统的保障的方面 而没有去扩大 去提升到它其他部分 其他部分 甚至说做一些其他非美国公民居民的行业 你只去看这25%到30% 嗯 而不是去看整个百分之百或超过100%的市场 嗯 是 其实包括到现在我们随便在这个街上找一个人问他说 你对人寿保险的看法 可能我想大部分的人还是停留在过去人们对这个人寿保险的概念上 觉得还是只是这个人过世之后的一种领培 没有其他太多的作用 因为传统卖保险的人还是一直在谈保障 嗯 做投资的人 要不然不想了解或不认为很重要 才了解人寿保险的好处 在税上的好处 嗯 所以呢造成这里面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档 嗯 所以有很多我们 可是呢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最近这几年开始越来越多人开始有兴趣了有了解了 开始有转型了 开始有转型了 嗯 所以呢如果你是 你是还是一些传统的保险医学者 你还是一天到晚谈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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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而不把它其他的功能能够顺道讲起来的话 嗯 那这样的话你的走的路和你客人的对象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是 对不对 嗯 再举个例子来说 很多客人说我已经买了 嗯 可是你旧的跟新的有什么差别呢 可能旧的有些好处没有啊 嗯 对不对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换车 还有换电话 只是因为我们只想要代步跟打电话 嗯 对不对 是 所以但是呢我们现在换车跟换电话 是因为它有很多其他更多的好处啊 嗯 这些呢是反而是说 这是我们我们这行可能很大的一个走势 嗯 是是今天非常感谢胡先生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入广告 广告告号呢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 Trans Pacific 范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限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外 第三家也于San Mattel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及back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 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信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GOOGAM 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OOGAM 总部位于Sanyvale 在Curpertino Burlingame Fremont Fresington Saren Moon North Jose 和San Diego 均有分行 GOOGAM 贷款诚信可靠 值得您的信来 欢迎加入GOOGAM 精英团队 请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408-720-6800 Trans 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险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外 第三家也于San 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 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 Pacific 受险与年金的专家 开心回来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特需理财顾问 胡振国先生 胡先生 我们刚才在休息的时候 您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 就是把现在这个人数保险市场 比作我们用的这个智能手机 是 所以呢 我们今天来讲了 就是说现在 我们以前讲过 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说人数保险现在功能很多了 嗯 那功能很多了 保障只是其中这一部分 是 有的时候呢 我说常常开一个玩笑话 讲 尤其是华人 我们觉得正会 比较会打算盘 是 都会打算盘 就是说 常常以前人碰到 人数保险的概念的时候 他说 常常问一句话 如果我没走了 或者说 这个都是为别人用的 都是给别人买的 嗯 嗯 我常开一个玩笑话 问一句话 到底男人喜欢买保险 还是女人希望老公买 哈哈哈 当然 所以呢 因为 女人需要安全 所以男人不知道他有风险嘛 嗯 通常比除了以后 太太去逼逼啦 或者 说 先生比较有 顾家的概念的话 是 通常对的保险 人数保险不是那么重视 嗯 可是呢 那我们想说 那我们想说 另外一个说 人对自己比较用 能用得到的钱 能自己比较用到的福利 会不会比较更有兴趣 会比较上心一些 对 举个例子来讲 你想对退休规划 你想存钱的动机大 还是你想在买人数保险的动机大 当然我想是这个 当下可以用到的 当下 不管是现在或以后可以用到的 嗯 所以呢 在人数保险 如果你常常只是谈 为了保障这一块 嗯 当然 防险本来就有带有保障这一块 就像我们智能型手机啊 打电话是 本来就有嘛 是 但是呢 如果我们能强调一些其他的功能 强调一些其他功能 比如说 他的 在我们上一集讲过了 在做退休计划的好处啊 嗯 记不记得我们讲过说 人的以后可能税更高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 将来省税免税的工具了 那人数保险在这一块 是不是很多了 是 那在生前利益的话 我想很多人可以慢慢稍微注意到了 呃 我们如果把人数保险的保障 帐当作一笔钱 嗯 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内用到的话 是不是这个发挥也比较重要 是 我记得在谈这一块 我们上次谈这一块的时候 我曾提过 哈佛多伟一个统计在2007年 呃 一般人 所有的房子破产 跟呃 被拍卖 房子被拍卖 只有百分之三是因为赚钱回家养家人过世了 嗯 百分之六十几是因为 medical reason 嗯 而这些人百分之七十八都还有 health insurance 因为一般的life insurance 不来不cover你的 而一般的health insurance 它不cover你的loss of income 嗯 如果你要需要花一点时间养病的话 嗯 你要不cover你的deductible 不cover你额外的一些开销 是 所以很多时候造成家里财务的一些困难 嗯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life insurance 只能 在人过世才有 他人又没有过世 现在又有可能百分之六七十个percent cancer heart attack stroke 都可以治愈了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所以呢 现在新一类的有些保险可以规定说 我的death benefit 可以在生病的时候拿出来用 嗯 那这个时候常常是一个 你在家里能够那一段时间 如果什么事情发生 会不会度过难关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嗯 是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然后在遗产规划 人数保险也是一个很大的工具啊 嗯 人数保险的为什么 因为 因为有遗产税 所以我们增值税可以全灭 我想我们以前提过了 嗯 但是呢 你要付遗产税的时候 设计好的人数保险来解决遗产税 也是在在所有遗产规划里面很重要的一块 嗯 是这样听起来的话 您觉得我在未来这个新的理财规划市场上 会不会和现在更不一样呢 嗯 当然其实还是一句话 如何善用工具 嗯 工具是一个工具拿来用我们理财的一个工具 只是你会不用这个工具嘛 嗯 就就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 我我常有一个朋友 他只 到了iPhone3也换了 可只会拿来用来打电话 像这样的情形人是不是越来越少啊 是 对不对 那你现在来讲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 当这些都在进步的时候 那一个经纪人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说 你一定要留在老市场嘛 嗯 我记得当初电脑新进来的时候 很多不肯学电脑的人 嗯 现在到哪里去了 嗯 那我们再想想 以后 像我我母亲的话 现在iPad还用得很好 对不对 在这个情形的话 我觉得在未来的时候 能不能接受一些新的观念 嗯 不管客人跟经纪人来讲说 你对你的市场的了解 还有你对市场的发展 嗯 还有真正这些东西的用途 你是不是要找真的去多学习一下 是 然后呢 这样子才能真正的替客户做到一个量身打造的好处了 嗯 那很多人可能觉得保障他还不觉得那么需求 可是因为他在能够做好的推荐规划或申请利益的时候 他为了这个原因 那顺便也保险就做了 嗯 用这个规划来做的话 那买保险的话 也是一个好事啊 是 到将来真的什么出问题的时候 他家里也有一样的保障啊 嗯 是其实这样的话 我们很多这个消费者也不要经常戴着这个有色眼镜去看人寿保险 其实现在人寿保险和过去的概念已经大不一样了 嗯 就像我刚一直才强调的 嗯 你能说手机永远只是打电话吧 是 所以呢 人寿保险他既然有其他的好处的话 有的时候你要看看为什么其他的好处会概括 嗯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比较 有的时候在 并今天来讲为什么税的好处很重要 当你有税的好处的时候 你不需要冒更大的风险 就可以拿到更好的绩效 嗯 我举个例子来说 一个六个percent 不打税的 嗯 跟一个八个percent 打税的 你会选哪一个 六个 是不是 因为真正的是 我们叫 打完税以后 equivalent 的return 才是最重要了 所以呢 在这些的时候呢 在保险说 在税务配置的规划上的时候 我们来讲说 人寿保险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嗯 那这样来讲 我们是不是应该强调他其他的好处 是 在客人不管你有保障的需求 你不管你有退休省税的需求 你不管有生前利益的需求 不管有各种其他需要的需求 人寿保险都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嗯 所以呢 当你要善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呢 不管对客人 对你自己来讲 对一个经纪人来讲 是不是都是很大的好处 是 确实如此 对 所以 再来讲 我们看到 未来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来想 我觉得 这个 另外一个很大的市场在哪里呢 在市场就是说 当你 婴儿潮人是不是越活越长 嗯 当越活越长 当人活得长的时候 你的资产累积会不会越来越多 是 所以我们估计到 从现在到二零五零到二零六零年 嗯 大概有 五十个tillion 哇 的钱要转移到下一代 嗯 那这里面呢 就两大块了 一个在遗产规划 那遗产水的税源怎么解决 嗯 可是呢 因为未来有很多人慢慢知道了 太早给孩子 钱是不是也不是好事 也是会比较被动 不光是这样 他可能 我们以前提过 可能花掉败掉 告知贴掉啊 在税上也没有它的好处 嗯 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 那如何呢 用一个生肌信托 加上一个保险信托呢 把遗产水解决掉 他可以 我们可以晚一点 看看孩子 将来怎么样 或睡的情况 最好的情况 我们再做转移 嗯 是三岁后行 这个时候呢 保险在遗产规划 这一块就很重要 嗯 是是 所以对 所以我们来讲的这种话来讲 我给大家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说 不管你是客人或经济人的话 在这一方面多加一点 如果你是经济人的话 在这方面多学一点的话 你会发觉你可以把 就像智能型手机 不同的好处 多学历一点以后 你这样的话 你对客人才能做到更大的帮助 那对客人来说的话 也去看看 不要把这个保险 只当做一个保障的工具了 能够把这个呃 有色的眼睛现代表 而能够去看到其他更美好的一面 是是 确实如此 今天非常感谢胡先生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建议 是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好再见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厅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大家 感谢收听